這生蠔 我第一次看到那麼大的生蠔 我沒辦法 我已經長腫脹的力量 現在通過司令台的字 老糖牛肉麵 第二代大糖 跟 我將會喊 跟 你們說你們這樣不可以嗎 對 我們穿 穿上去 然後我們只能就是中型 然後買天子當的 有很誇張嗎 太誇張了 你太誇張了 這有摩天輪 摩天輪 摩天輪 會不會太扯了 這個是山還是怎麼樣 一個臥佛 一個小山 要躺這樣子 有可能 出來見客 客人在哪裡 客人在這裡 來 打開 1 2 3 天啊 這是什麼啦 這是火山排骨對不對 生蠔太大了 這太大了 這生蠔 我第一次看到那麼大的生蠔 不可能 裡面再放一點鮭魚 然後再一股 鮭魚軟 太誇張了 不行 這個真的不行 這個吃下去之後 回去不知道怎麼睡 不好 你只要兩點 這不要 真的不要 怎麼辦 真的不好 我沒辦法 我已經腫脹的力量 你不要在那邊用苦惱的眼神 這樣 我也覺得先不要 身體真好 哈利路亞 感謝主 重症兩點 這一坨喜歡吃肉的那會瘋掉 火山排骨 這個燉到非常軟 而且還在冒煙 這樣好了 我跟你講 我們就不用介紹老闆出來 我們自己吃 因為出來 客家 拔手 我們要吃也不方便 是啊 還要訪問 沒有啦 這一趴我們就看我們吃 不是 老闆出來 他介紹我們才有機會吃 我叫他們兩個自己講 自己講 自己訪問自己 他會帶來一段慢財 對 講他們的 要問賈藍 對 歡迎咪哩跟Yuki 兩個漂亮女生 來 過去一點點 露臉 咪哩跟Yuki 妳們兩個為什麼會一起開 她主要我是跟她的爸爸 對 我們之前是朋友 然後她就是我們兩次 妳是她的小阿姨 對 雖然是叫我 小阿姨 有人的朋友 她有照顧人家的女兒 好好的嗎 有 好好的笑 但是沒有婚姻關係 就是男女朋友 她媽媽跟我很好 真的嗎 妳就以前說了 我跟她爸爸 都跟她一樣 媽媽跟我 我還以為她 媽媽 那沒事啦 我是朋友 就朋友啦 真的是朋友 所以就開了這個餐廳 嚇到了 這裡面賣的東西很特別 不可以 不可以 發光 發光 而且他們的店名很特別 就是說毛魚蝦 毛魚蝦 好 妳介紹一下好不好 毛魚蝦 你們多講一點 你們這個店開在哪裡 然後當時 對… 我們整理一下 我一連 我問八個問題 你們慢慢 我們一口氣回答 我希望大家也不要互相干擾彼此的時間 是… 因為這顆 這麼大顆 這怎麼吃 這樣是要怎麼處理比較好 來… 這個這樣下去真的是受不了 好…來… 介紹 來… 我剛剛問了八個問題 從你們怎麼認識開始 對啊… 然後盡可能不要減答 我們深論題 沒關係 來… 深論題 我們是從三重的開過來的 三重開過來 三重的話比較少這種 就是… 水煮魚的店 那我們之前其實是開串燒的 對 然後串燒的部分 因為之前遇到也是疫情 然後原本我們是有轉汗 然後想說疫情關係不能內用嘛 我們之前串燒店是… 好… 就是… 我們在這邊吃好了 你們講 你們可以嗎 對 我們串燒店 然後我們只能就是轉型 然後買片子當的配合 然後… 然後… 都給他們吃喔 太大了 怎麼會這樣 你不要停下來 不敢喔 後來… 真的是太大顆了 後來就是因為轉型賣便當 然後… 可是因為便當其實利潤沒有很高 然後那時候做外送 那外送抽層比較高嘛 然後就想說做一點比較不特別的 那… 山蟲其實宵夜的人 就是吃的蠻多 然後就想說 對… 那… 他的爸爸啊 就是之前就是去過武漢 然後學過水煮魚 武漢啊 喔… 然後主要… 其實我們是水煮魚專賣店啦 但這幾個的話 就是衍生出來開發的一些菜色 水煮魚專賣店 然後變成這些… 然後… 對啊 我們原本是做麻辣水煮魚 那… 對 然後我們會自己去改良 就是學新的料理這樣 然後菜都這麼誇張嗎 一整盆這樣啊 對… 客人的話就是來就是 都會特地為了這一道菜來 特別為了一道菜 對 這個又好拍對不對 很新鮮喔 而且它的話 它的食材來源 它就是用豬的尾椎 然後它就是尾東骨 台語叫鮪丹骨 對… 鮪丹骨喔 來… 我們就開衣服來吃吃看吧 好啊… 這邊有… 這邊有手套 好… 那可以教我們要怎麼吃嗎 譬如說 手套要去拿 妹妹這樣好了 妳帶手套要餵我們啦 好不好 這一顆生桃一顆 一顆下去真的會 真的 真的 會耶 不可以這麼玩 我剛剛吃那些小顆的也是好新鮮 小顆的好鮮喔 然後整個吃下去 整個精神就好了起來了好不好 果然這很新鮮的就是 這個是殺生米 這邊有滿多的生食的配料 那裡面有一些干貝 生食的干貝 甜蝦 然後鮭魚卵 跟鮮魚干貝 甜蝦 整吃吃進去這樣 整隻… 有更華麗的 最好的就是一口直接這樣 一口嚇掉這樣 一口嚇掉 一口嚇掉 因為裡面都已經搭配好醬料 什麼嚇掉 這上面有蝦頭嚇掉 一個把蝦殼吐掉這樣 這個就是蟹肉肉嗎 蟹腳 她妹妹準備好了 也可以這樣啃 要不然也可以扒一下 怎麼樣 要拿最多肉 我覺得它們肯起來好像很好吃的感覺 入口即容 我不信 而且不是那種彩彩的那一種 很能Q耶 對 因為它的尾段的話 它會比較有帶Q彈跟那個焦 很嫩耶 整坨這樣子 大家一起吃大塊鮪魚是最快樂的 對 比較適合多人一起去吃 它的那個下面的醬汁好讚喔 精華中的精華 開了 開了多久啦現在 開了多久嘛 其實我們之前是疫情開始的時候 是做外送起家 所以我們其實一開始是沒有店面的 那我們是做了一年的外送 那時候疫情其實那時候就是還蠻嚴重的嘛 開了現在六年 現在沒有沒有 六年是之前是做串燒屋 然後後來因為遇到疫情嘛 串燒屋沒辦法開 沒辦法內用 所以我們做就是轉行變成是說 那我們就是做外送 那時候疫情做外送 我們做生意 孩子都很辛苦耶 女兒跟著打地鋪耶 這樣子嗎 對不對 很辛苦耶 真的嗎 那頓歲月就是 沒錯 怎麼樣 那時候是 那時候是因為就是 爸爸都會在店裡工作到很晚很晚 然後可能過12點 過12點就沒有捷運了嘛 然後爸爸那時候一關店就要去買菜 因為生意不穩定 他可能有的時候突然 就是很多客人來這樣子 對 然後就要去買菜 然後他也管不到我 那我就只能先在那個店裡面 先打地鋪這樣 就是拿一個包包窗墊加一個小毯子 那畫面很心酸耶 你都不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 我們不要做別的比較好 阿朗就是這樣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們有很多非常多的老店 我以胡虛張來講是嗎 是 他那個老的攤位 小攤位 我告訴你 開了30年 50年 100年 他都不會把那個攤子丟掉 那就是我們的家伙對不對 身材的器具 我們從這裡開始 心中充滿感恩 每天經過那個攤子 就跟老糖牛肉麵一樣 他那個兒子 對啊 現在雖然是 我們無家接手 但我們還是不改 一樣叫大老糖 是 老糖牛肉麵 兒子後來我才知道 大糖就住在旁邊而已 每天看他經過那個老糖牛肉麵 沒有那麼這樣太噁心了 是嗎 我現在也不出事 每天在做什麼 做什麼 經過那一篇 經常都心中澎湃的聲音就 就不太噁心了 這樣還通過司令台的字 老糖牛肉麵 第二台大糖 跟 我將就喊 將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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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撥快一點 沒問題 好啦 可以 可以 有啦 還有一個 他們還有一個特色料理 對啊 有改良過的 水煮魚有一個臭豆腐口味 對 我們有一個水煮魚是 就是叫臭霜魚 對 然後那時候是加入我們 他去武漢原本是學麻辣水煮魚 那 可是我們帶回來台灣想說用是 他很喜歡就是老闆很喜歡自己料的 改良 對 他改良成台式口味 那我們又很喜歡吃豆腐 那我們就想說 那把它加進去 那又有加酸菜 那就會有臭酸的感覺 會不會有點像安徽的那個臭鮭魚 那個一般人不敢吃的 對 那真的很臭 還有一種叫蕨菜 對 我知道 蕨菜 對不對 味道很重 但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到了台灣還是要略做改良 對 要台灣人喜歡的口味 改良一下 但是我們確定是這個 一定是台灣人的口味 好好吃 蠻多人喜歡的 對